被绑架的香港富商黄玉坤来头不小 他是香港东方明珠集团的主席外号大厨神 18岁的时候从广东偷渡到香港 从餐厅的小弟爬到五星级饭店的大厨 后来投资房地产致富 仅仅推测黄玉坤卷入庞大的利益纠纷 很可能是有债权关系的藏经人要辱他清算 但是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还要进一步的清查 上次乘车到咖啡厅 乃至拐杖的香港富商黄玉坤走在街上 或在餐厅用餐甚至到医院的画面 全被嫌犯给录了下来 所有行踪早就被一手掌握 嫌犯跟了好多天 要了解黄玉坤每天生活路线 这名香港富豪来头不小 是香港东方明珠石油主席人称大厨神 身价高达台币800亿 不只拥有丰厚财力 在台湾还曾经和马英九女婿蔡佩然见面 今年5月就有民众向周刊爆料 看到了香港富豪黄玉坤和总统女婿蔡佩然 在我后方的这间饭店里面见面谈话 事实上黄玉坤过去是个偷渡客 年轻时从中国大陆偷渡到香港后 从茶餐厅小弟一路爬到五星级主厨 后来投入房地产市场 买下了天价豪宅并入主东方明珠 但2013年他涉嫌洗钱 遭到了香港年政署起诉 今年2月以2000万台币交保来台湾医病 黄玉坤定期回到后方的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就诊 而除了就医采买生活用品 他嫌少外出生活非常单纯 就是因为生活单纯 邻居不知道他是富豪 不过嫌犯早已掌握了黄玉坤的行踪 了解他的作息 简请推测可能是卷入庞大的利益纠纷 或者是有债权关系的长径人掳他 要他处理债务 有可能怕他转为污点证人 才委托台湾黑道绑架勒索 上个月20号在新店住处将他压上车后一路南下 10月20号香港东方明珠公司收到了勒索影片 我问女儿你好 今天是2015年10月20号 我现在一起度平安 请你学做妈咪 在晚星期五之前将我的欠缓 7000万港币混出去 否则我就一条腿就可能断掉 就是这段影片 嫌犯利用电子信箱联系家属要求赎金7000万港币 才肯放人 还好经过了一个多月 警方终究在家属付款前成功拯救人职 结束这场绑架 惊魂记 一对TV5号李中线 台湾报道